嗨,大家好,我是美娜 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做茶鸡蛋 首先把鸡蛋洗干净 然后在水里面煮6到8分钟 在此期间准备调料 调料有三个八角 一个桂皮 一片香叶 一小勺花椒 一小勺糖 一小勺盐 盐大家可以多放一点 我只用了半勺盐 所以最后煮出来的有点淡 在放入调料之前 把鸡蛋打碎 然后顺次加入八角 桂皮 香叶 花椒 糖 糖 盐 还有茶 不要忘了 这个茶 我们在中文里头说是红茶 但是在法语里面说是黑茶 至于上法语里面是把茶本身的颜色作为参照标准 但是在中文里面是把茶泡出来的颜色作为参照标准 然后可以加一点酱油 黑虫 用这个牌子 再加上一勺生抽 然后煮上15分钟之后 静置4个小时以上 好了 这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